今年的台新艺术奖颁给了五个优秀的作品 并且在六月中选出年度大奖 今天异想世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优秀作品 首先是导演蔡明亮的《玄奘》 在极简的舞台上 艺术家高俊宏用探笔 在大片的白纸上描绘出山川河流 明月与树木等等 颜明李康生就躺卧在地上 然后用极为缓慢的脚步 诠释玄奘悉行取经的路程 评审认为这个作品穿越了行动与艺术装置 绘画与剧场走出了类型的限制 蔡明亮自己说 这是一个有关于时间的作品 在缓慢之间沉淀 尤其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你可以在剧场中让心安静下来 演员李康生身穿大红袈裟 握倒在纯净的白纸上 艺术家高俊宏用探笔 在纸上描绘出爬行的蜘蛛 明月一轮跟灰红的大树 这是导演蔡明亮台新艺术奖的得奖作品 舞台剧《玄奘》 我就想说怎么样到没有 后来就决定有一张纸 不仅是人去就是不仅 你找高俊宏带学生去就是不仅 而且是你看着它变出来发生 把纸的可能性发挥到极限 可画可作可折叠成谱团 甚至皱责出筛鸾 展现出了创意的无限可能 藉由高俊宏在纸上作画 所创造的不同意向 跟李康生西行取经相互归映 两个历练多年的艺术家 在剧场空间中展开对话 不是随便画的 它是一个艺术家的笔触 那个是很要历练的 它本身的功力在里面 所以我想说这个戏很好玩 是每一个人的功力 都是长期的累积 不是我演什么 我表演什么 不是它是累积的 小康的走路也是一个功力 在作品中展现缓慢 蔡明亮让李康生重现玄奘当年 行脚穿越沙漠远赴西方取经的精神 用极度缓慢的速度转身行走 因为我们实际上很少 在剧场里面看过这么慢的作品 那重点是它虽然慢 但是它是细腻的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这个玄奘作品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虽然是个剧场 可是它又完全突破了剧场的框架 它用一张白纸 然后让这个李康生也好 或者是高俊宏也好 就在剧场的现场 让所有的艺术的行为 随着时间一起来完成 把它要表达的这个玄奘的这种 非常复杂的 不管是时空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人类的文明生活 这样子的一种 透过两个表现的人 当后面是蔡导这样子 去把它做一个呈现 这个作品本身 其实就凸显了一个创作者 一种无限的可能 画繁为简的舞台上 没有情节 没有台词 玄奘穿越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这个演出里面 它有电影的风格 然后它放入了剧场元素 它有绘画 所以它同时跨越了这么多领域 但是这个画领域 它是没有痕迹的 它是不漏痕迹 是没有任何颗粉的 换句话说 就是它浑然天成 在玄奘的缓慢之间 蔡明亮要提醒现代人 放慢速度 用心体会时间流动中的 美好风景 在玄奘的缓慢速度 在玄奘的缓慢速度 在玄奘的缓慢速度